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芒向編輯部正向報》的節目 錄音的時間2021年2月20日 這裡有我Raymond Wong 還有澳洲鎮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馬來西亞 大馬Sir 馬來根 各位網友好 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幫幫忙 我們最近經營困難 希望大家可以點讚、訂閱和分享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多多支持我們的節目 留著正常人的聲音 現在有一些一直都很支持極端分子的人士 意圖竊取正常人這三個字 我感到非常惶恐 希望大家認清楚 究竟哪些人的言論才是真正溫和理性 好了 鎮BC 又有些新消息 澳洲 其實我是一聲嘆息 這是最親消息的 我們有很多網友來自墨爾本 墨爾本剛剛叫做解封 恭喜各位網友 因為19在墨爾本算是反反覆覆的 所以令到有些商家都熬不住了 這間店是叫做Hardware Society 其實很多留學生都知道這間店 我也是給一位留學生帶去吃的 這間在墨爾本的叫做 在中國來說應該是最有名的網紅店 澳洲的網紅店當中這間是最有名的 這次節目的圖 也是我當時在這間網紅店吃東西拍的照片 大家知道墨爾本人很喜歡就是brunch的 brunch是否中文應該叫做早午餐 應該是這樣說的 其實在墨爾本街頭大大小小的brunch 其實真的很多 而且墨爾本的咖啡也是很好的 有一間就是這間Hardware 其實就是號稱澳洲第一網紅店 在小紅書即是內地一個app 都是 雖然小紅書有些是做出來的 但是這間店小弟也試過是挺好的 很可惜 他經營了12年 沒辦法了 都是被第三輪的lockdown押垮了 他就宣佈不久之後就會關門 這間店很嚴重的時候 其實我去的時候真的很嚴重 他本來是一間小小店 就買了對面那間來做 排隊要整個小時 而且他的態度 就跟香港有些叫什麼八技 什麼八技青湯籃 都是有點像的 態度比較差了一點 比起其他澳洲的咖啡店 但是那些出品上算可以的 還有他有一件事就是 那些茶屋全部都是穿衣服的 還有一些人 對於一些留學生的程度來說 都是一個好回憶 無論是艷陽高照還是下雨天 都是很多很多人來打卡的 還有有些人說就是亞洲人才打卡 其實西人也很多 我那次去的時候也是很多人打卡的 不過他剛剛宣佈了告別 12年 其實他之前也在去年10月 但是沒有辦法了 疫情反反覆覆 以前他一天做到15000元生意 但是現在一天只有300多400元 這麼慘?差這麼遠? 是的 所以這間Hardware Society 只可以關門 12年 其實有很多人的回憶 除了這間之外 其實很多華人的店鋪 都是 有些都是頂不住 就好像 葛利酒家 大家如果住在墨爾本都知道 就27年了 都是要永久停業 這間店鋪號稱 叫做中國留學生的深夜食堂 因為海特也是比較晚一點的 其實他的很多菜 都是很有名的 就好像椒鹽雞扒 還有 涼拌火鴨絲 蟹煲這些 都是陪伴了無數華人 很多的夜晚 包括我都去過 這間很不錯的 東卡斯特 另一個 都是華人比較多住的地方 有一間 開了27年的店鋪 就是中餐館 叫採碟軒 採碟軒 其實跟中山有一間 麵包店的名字一樣 也是永久停業 所以十九之下 只可以這麼說 很多人都是 有一個艱難的日子 不過 也有華人 是有期待的 其實麥爾本已經是三風三解 現在有華人都說 一切都好起來 我認識的一些商家 都沒有辦法 總有救人換新人 其實在著名的美食街 有一條 其實都是唐人街附近 現在也是有翌日 大概三分之二的人流 只要不關閉 就說明不關閉的日子 不關閉的日子 都是還可以的 不過 另一個地方 不知道社長有沒有去過 就是Queen Victoria Market 其實都是 不是那麼好 生意都是暴跌了八成 很正常 那些人不敢去 傳統市場 超市買東西 因為感覺上乾淨一些 其實它也是乾淨的 老實說 它也是有冷氣的 是 但是這樣說 你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是會忌忌一些 就是傳統 這個事實 其實它是wet market 嚴格來說 是啊 所以莫莫總 當時 不是說 哎呀 沒學中國 他們全部都是濕貨市場 其實澳洲有很多 我們當時都說過 你這樣搞 其實澳洲那些做濕貨的人 都會有段時間去罵你 現在不是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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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這個 這個Queen Victoria Market 其實A區和B區的 相反和員工都是 都是檢測了 都是陰城 是 星期一的時候 他們的商店 廁所 和高接觸的場所 好像 消毒 也有消毒 深度消毒 這個市場 其實 我一般去 我是陪朋友去買魚 因為他們的魚 都算不錯 那就買魚 媒體也訪問了 這個市場 一個挺有名的魚黨 他就說 最近一次封城 真的令到他們很傷 他們的生意比平時少了八成 他已經在這個地方做生意做了十六年 封城後的第一天 也是他們這麼多年收入最少的一天 第一天 原來人們都不敢出來 不過 他們就希望 維州政府多給補貼 而且可以這麼說 整個市場有百多年歷史 一百四十年歷史 現在 過去十二個月 就是他們一百四十年歷史當中 最艱難的時候 現在大致恢復營業 希望墨爾本的民眾多些來購物 其實我也會呼籲 我們墨爾本的盲友 有機會去這些地方 即是促進消費 說回墨爾本市場和市場 上六個月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 六個月其實都已經減了租戶 五百六十萬的租金和 Council的錢 即是他們應該付的 一些錢都減了 不過沒有辦法 夜市的活動取消了 而且最嚴重的是 就是情人節那天 其實他們避貨 避了很多 即是有些人喜歡煮燭光晚餐 他們買了很多 魚和牛扒 都是不行的 當時我看過 博爾本還訪問了花店店主 其實他真的哭了 因為你知花板不得多久 有些他已經盡好了 其實就是封城那幾天 其實這個市場已經損失了180萬 我沒有記錯 其實剛剛維州政府都說 每一天大概損失10億澳幣 不過他們也要繼續做下去 因為當時這樣說 長痛不悅短痛 其實墨爾本真的是個很 我是覺得 我自己雪梨大大 其實我覺得 墨爾本是比雪梨偉大的城市 可能有些網友不同意 但是人民氣息 其實墨爾本是好一點的 雪梨人就獻得比較精一些 墨爾本人不可以說他不精 但是他們那些人看上去 就是官仔骨骨一些 墨爾本雖然這麼艱難日子 全球最美麗的城市 其實墨爾本也是現在 剛剛新鮮滾熱烈出爐 也是全球排第四 雪梨排全球第八 另外一個 柏斯是全球排第十一 澳洲二十位都有這三個城市 所以墨爾本其實也有存在價值 也有網友問我們 說在我們這裏也知道了些東西 他也是澳洲的網友 他就說原來墨爾本和澳洲其他城市 屋價都升了 我們也說過 之前節目也說過 公室的價格是跌了些 屋價升度也挺厲害的 因為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的習慣不同了 所以屋價就升得很厲害 我剛剛看到墨爾本的 都是一掛牌很快就買得了 那些房子 其實這支節目我就是想說一下 是 無論是墨爾本、澳洲 還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聽眾都好 十九我們是失去了一些東西 有些人甚至失去了親人 但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都只可以捱下去 好像這樣 這間Hardware 這間網紅 在中國算是出名的澳洲網紅店 我覺得它應該是劉學生當中最最最出名的澳洲網紅店 也要關門大家 但是我覺得有件事就是 再難的日子都會捱過 還有這間網紅店 它也說將來有機會都會回來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主要是看劉學生會不會回來 沒錯 客人大部份是他們 是的 還有他打工的人 因為他真的很忙 這間咖啡店 他打工的人 我聽他說的都是白人 但是我想是來自歐洲其他地方 我想一般我聽上去就像意大利人 我看來今年都沒有什麼機會復原的了 你留學生那方面 我想一兩年都搞不定 這個也是這樣 是的 因為看到大學業界 他都不期待今年 期待明年 因為我們連旅遊部長都說 開關日子就是明年的二月 正正式式 預計 所以在這些日子 只可以儲備一下自己 是難捱的 我也承認 你說很容易說一句廢話 就說大家加油 捱過他 有時候我覺得是廢話 但是都要說 大家互相打氣 是很難捱的 我們不敢說 無論怎樣 一定怎樣 說這些是沒有什麼用 這些口號式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 為什麼有時候 又不敢說 怎樣怎樣偉大 但是有時候 我們都會錄多一些節目 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 或者一些看法 和大家交流一下 因為其實這樣說 在這麽困難的時候 大家交流一下 將自己心裏的悶氣說出來 好事 或者聽一下 我們有時笑一下 這樣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雖然我也知道 我們台就是 叫做 印 微 微年輕 是吧 差點想不到 但是我們都盡量做 只可以這樣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裏 多謝大家 就這樣先 拜拜 拜拜